北京7月2日,百老汇原版音乐剧《一个美国人在巴黎》 二日起在北京保丽剧院上演,由此拉开中国巡演序幕 该剧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传达了对战争的反思 曾获托尼奖四项大奖 据保丽剧院负责人介绍,《一个美国人在巴黎》 本是乔治·格什温创作的管弦乐交响师 后被改编为电影和音乐剧 与电影版相比,音乐剧呈现出更多的思考 如《男女主人公》的邂逅,不仅仅是一场浪漫之约 还暗示了欧洲年轻人逐渐走出战争阴影的状态 非凡娱乐,时时报道